8.1版的新功能 8.1版的新功能 新功能就是有一個去除綠色背景 或是其他單一顏色背景的效果 也就是我們常用到的去背 那去背的話呢,重點就是你的背景要單一顏色 像我這邊有一段影片背景是淺綠色 然後這段影片的背景是深綠色 好,那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什麼叫做影片的背景去背 首先我先把一張圖片拉下來到時間軸 好,然後我把它定義大小為1280 1280×720 然後背景,這個背景是黑色 也可以把它定義為白色 好,把它定義為黑色 好,我把這張圖片往最左邊放 好,這張圖片的大小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圖片本身是不會動的,沒有錯 那如果我們要把它放大的話呢 可以把它放大到全部,把它拉大 只是這個比例就變得怪怪的 沒關係,我們再把它拉大一點,讓比例正常一點 這個界線的範圍就是指出之後會看到的區域 1280×720 我們把它拉到最前面來播放一下 OK,這張圖片 本身是沒有動的 然後呢,我要開始把我的 有綠幕的影片擺進來 我擺在上面的軌道放開 它會自動加一個Track Tool 第二軌道 把它擺在這裡 OK 好 播放一下看看 好 我把聲音分離一下 因為我不要聲音,我目前只是要DEMO一下這個綠幕的區別作用 我先把它separate video and audio 把聲音的音軌跟影像軌區隔開 然後我把這個音軌刪除掉 然後我們現在因為這個綠色的背景 有綠色背景這段影片 別在這張圖片的上方 所以現在只會看到這張影片 播放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呢 就是要把這個綠色背景去掉 我先把它分割兩個片段好了 先把它採切開來 切成兩個片段 一個片段就是還沒有去背的效果 一個片段是有去背的效果 那怎麼樣去背呢 我們到這個 取色的滴板,移到這個地方 綠色 綠色 等一下 移除了 很好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讓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剛剛選取的這個顏色是我們不要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是指定在這段影片上面去移除顏色 但是在這段影片我們並沒有移除這個顏色 這個綠色 所以前面這段影片是正常的 那後面這段影片是移除的綠色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移除了綠色之後其實它是變透明的 因為它看到底色是黑的 可是我們下面有發張圖片 所以我們把這張圖片移過來看一下 會有什麼狀況 移過來 移到這張影片的下面 那你看剛剛那個透明色 所以會出現 底下這張照片 我們看一下 結果這個效果出現 但是你們會發現這個綠色 因為它 還會有殘留的狀況 那這個殘留狀況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綠色 我們把他移到前面第一段影片 沒有區培的狀況下 這個綠色本身 並不是非常均勻的綠色 像這邊比較淺綠 那這邊因為有陰影的部分 手背啊這個人 靠近牆壁比較近 這個綠色牆壁靠近人比較近 所以這邊會有黑色的陰影 那黑色陰影就是主要造成 讓它區培不乾淨的主要原因 所以會有這些 綠色陰影殘缺 那我們可以去調整這個 負插值 可以去調整 好 好 有